晚間8點多空軍第二連隊編號2047的一架幻象2000單座戰機 在晚間執行夜間訓練課目 8點05分左右在新竹基地起飛 約8點35分於新竹外海失去動力 上位飛行員謝沛勳跳傘 彈射逃生 國防部全力搜救 那我們隊上是在大概8點47分的時候 接到通報 那當時我們的線上巡防艇 上午8動艇已經趕往現場 國防部下令海空兵力全力搜救 終於在晚間10點20分巡獲跳傘飛關 10點40分由海巡艇完成接駁 原本預計將飛關送回南寮渝港 但因為退潮船無法進港 只好再由直升機吊掛回基地 再轉接到另一艘100噸艇上 再由直升機送回新竹基地 得知消息後短短一小時內 海委會主委管閉林連罰四篇臉書 想在國防部之前晚間10點55分 就證實已經救到人 而且飛關已經上了甲板且意識清楚 國防部則是在11點15分左右 才正式證實生還消息 概略在晚間10點20分左右 發現跳傘人員 10點40分由海巡艇完成人員的接駁 意識清楚 後續會送醫接受進一步的檢查 畫面中準備要起飛 尾翼機號2047就是這回實施戰機 駕駛上位飛關卸配群畢業於空軍官校 105年班飛行總時數710個小時 家裡住在桃園已婚 育有一子一女 社群PO出幸福婚紗照還有出遊 照江心愛的小孩高舉放在肩膀上 一家人其樂融融 但至於失事的原因究竟為何 軍事專家表示可能是發動機發生動力喪失 或是發動機洗貨 像它有可能是燃料的控制電腦是不是 也有可能是它的發動機軸 也有可能是壓縮器故障 或者是可能是發動機 因為可能有葉片斷裂 然後或者是吸到異物 然後導致於這個發動機沒有辦法運作 目前飛關意識清楚 後續將送國軍醫院 接受進一步的檢查 至於失事原因 國防部也將進一步零期 今天新聞 張建文 馬竹欣採訪報導 請進一步的檢查